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评论这个故事的情况 首先 某程度上他是我的偶像 就是一位叫做弊少爷 很多人说不要说这些人 赢了他 其实不是 我觉得到今时今日的地步 大家真的要很值得去听一听这个弊少爷 你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完全没有什么 也不是帮他卖东西 但我觉得你不详细地说 你就不知道这件事是怎样的 其实我也跟随了弊少爷的故事很久 其实可能周显大师或凯凤都有听过他的名字 起初就是他由质疑另外一个 都是一个财经界的KOL 火疗心开始的 就是说财疗心的东西都是 我不认识是假的 但那些东西都是错的 不是赚到钱 很光环 后来他真的出了事 民主党有人查他 就是说他揭发他 问题应该这么说 问题就是这个人火疗心本身的时候 都不是一个很 很有水平的 是 你就是批评他 我当然会出现他 Facebook周昭会出现 但是如果你去挑剔那个人 那个人都不是很有水平的时候 我会很难有心情去看下去 但是一般我应该给你讲 但是我认识他贏的地方就是什么 他的受众从来都不是很有钱 不是很专业的人 很专业的投资者 就是你说什么 在这个界面应该挑谁 我认识挑很多个 我认识挑很多个 譬如你刚才说名字 你认识谁能放得上台面 你刚才说那些外国人的名字 我认识如果是弊的话 你是Jim Roger 是的 我一般不会知道 但我会知道 谁是火疗心 分别就是这 还有为什么他帮中了 他真的有人去揭发他 又或者是做一些 他觉得 做多一件事是 就是为了大众利益 去揭发一个 他如果是相同市场 是可以的 證明火疗心是可以的 就是证明火疗心是可以的 好了 继续讲这个故事 他又得罪了 或者不要害怕 和几个币界的KOL 出现了一些冲突 他不知道什么事 然后被人打 接着就报警 上了救伤车 拍照 开始我就留意 这个人 好了 然后慢慢留意 他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些事情 我现在只是讲个故事 如果被人 又是纯重 我们专业製造 专业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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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你会 首先会无了报假案的风险 因为你报假案 你真正是 你无论如何都会被拘捕 你无了法律风险 当然很多人都肯无法律风险 但是你做个宣传 无法律风险 你自牵自道 自己打自己一身 有时立法委候选人 都可能会这样做 但你自知是无了风险 你会有一定的难度 成本高了 成本高了 可能是真的机会大一点 我继续讲下去 幣少爷 我现在不是说是假的 但我一直讲 很多东西我觉得很有趣 起初他纯粹是跟其他币界KOL一样 推这支那支币 这支一定会蚀钱 所以千万不要买 我不敢说全部都中 有些他都看得准 譬如有支叫likecoin 他说这支一定会跌 但要估计币跌很容易 因为大多数都会跌 他有时说比特币可以升到哪个位置 其实跟一般的财经演员差不多 都是说币经演员 但他近这半年 他就开始专推一支叫FCC 叫Falcon的概念 我详细不说 其实他就是用硬碟 作为一个挖矿的机制 你的宽频越能够承受到大的流量 而且你越多硬碟 可以挖得越快 起初他就是计划一些矿机 然后就开始搞一些座谈会 搞一些不同的活动 或者功能 座谈会是否收钱 是的 所以开始搞一些座谈会 其实都未由Falcon开始之前的座谈会 有人说你搞座谈会 就是昆水 我跟他说 每个人要听我座谈会500元 但是这500元不是给我 你捐到慈善机构 去到慈善机构 拿取回来给我 我就觉得 我真的深刻 从来未听过有人搞座谈会 收500元是这样的收法 他说你不用给我 我现在不摆明不是赚你钱 你总之捐了500元 你捐了500元 就是他奋长地硬出来 搞安排 做宣服 但是问题是 他那个抗机收不收钱 那个抗机收不收钱 那抗机收钱 那抗机收钱 那抗机不是收抗机 之前只是教你如何去买卖币 就是再之前才有的 之后当然有抗机这些东西 抗机好像是不收钱 即是直接捐钱都没有 好了 这些东西的过程里面 我自己觉得是 你过往作为一个专业的PR 你去推出一样东西 你怎么推出的呢 你当然会找很多专业的人士 或者你将这些东西讲到很有学术味 或者找一些有代表的人 去承认这东西 他不是的 他通常都拍片 就是开着超级跑车 后面就有一辆房车 然后呢 开完超级跑车 站出来 他和他隔壁的人 都转了手 后面有几个手下 我想想 好像当会那些东西 然后想赚钱 成功就要靠FCC 但是FCC那时候还没出的吗 还没出 ICO过了 准备公开发生 但是FCC还没出 你就去驾超级跑车 即超级跑车 不是FCC站出来的 不是 但是他说 我之前就已经靠币 这一样 即是密货币 你下一个声音 就是这里 其实有没有超级跑车的样子 有的 是快速的 可以找出来 即是究竟那款 即是 即是 即是现在很多款式 是很便宜的 即是问题是你的款式 即是我们那些叫做 那些 那些什么年代 即是什么年代 但是我现在拉到那么厚 我怕定一会都说不完 那故事已经够了 是吗 接着呢 他这个座谈会 这一架是特别版 是的 然后呢 有一个隆心 即是另外一个网络的KOL 可以去挑剔 起初很厉害 即是他拍了一条影片 隆心就即是上来 接着又找两个男麦 为什么隆心会挑剔呢 他不是做了一件事 隆心呢 隆心呢 是专门去那些不同的所谓骗局 挑剔的 譬如你去搞那些骨灰银 他就上来骨灰银那里搞事 你搞那些什么虚拟货币 他就上去虚拟货币 他起初就请了两个南亚裔的保安 接着他在那里 你救了一人便上来 接着呢 为了证明那两个人不是留 他就弄了一个隆心的耳拉架 接着叫那两个南亚裔的保银 打散那种耳拉架 对啊 但到隆心上来 他们很君子 就终于让隆心进去 隆心进不去 隆心在外面 你快点让我进去 拍片 这些事情 通常搞事都不止搞事 去到今时今日 即是今时今日 FCC现在上架了 竟然隆心 他拍了一条片 我现在要按了自己的楼 拿几百万出来 All in FCC 我心想什么事 早前才说人家是骗局 现在你说要拿几百万去买 隆心有楼 我们从来都不认真去看待这些事情 可能有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 他有很多币少爷的推广方法 我以前在金融、财经界 是未见过的 他会跟你说 我以前做地盘 但我就是靠虚拟货币翻身 他说有个读者 或者有个粉丝问他 我妈不给买 他觉得是骗局 叫你妈上来 让我解释给他 这件事是怎样改变我的人生 这些事情 即是他不会找我这些博士 是的 不要找周显大师上来 喂 这些东西都行 大家可以信得过我们 他不用这些东西 他告诉你 你如果想搞个抗基 即是最初的 现在当然没有了 我去你家帮你装 喂 这件事是怎样说 就是令我联想到特朗普 这些是很反精英的 你说 哇 你叫几个人翘起手 你就说这个样子 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很多年前 曾经有个朋友 就找我 我读到大学的时候 就找我补习英文 即是他妈妈 即是朋友 总而言之他妈妈 就说 要补习英文 我心想 我的英文都不是很多地方 那 怎样可以补习英文 至少不是很小 OK 他的原因是很好的 因为我到方法都不知道你去问 我方法才学 即是很差弱的 那我就是方法就死读 我读了一年 是由英文 是由 就是说26个字母 那些 由到最后 是口回口 就是口回口 就是学格 背景差不多 是 我经历过那个状况 然后能够去入大学 所以他说我的经历是可以copy 但是如果那个人 出生 已经是 社交平台 现在社交平台 那些女孩 根本上他也未经历过苦学的过程 你就不行 如果那个人 走出来 在金融财俊 那个人学不到 我之前跟你一样都是做地门的 但是我现在就找了 所以那个人 特别容易卖到 我觉得是一个 因为他整个过程是怎么样 比如他叫200多个朋友 去村屋开宵夜食的庆祝 很印象深刻的 那个宵夜食旁边有个LED的招牌 就是不断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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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想到一件东西是说几千万生意的东西 你会扮到唐三藏去售 就是这个是很反征的 我想说一说 另外刚才你提到财演好 或者是传统的 是 穿西装的嘛 另外一个分别就是我想问大师你 你说传统的财演 他炒回本地的东西 可能是有庄家或者什么 就是叫他放肤 但是他炒的东西 所以我最后就讲到这个结局 他怎样去 我讲完最后的结局 通常人们都觉得 一个骗局去到最后 就是那只币正式上市的时候 大家跟着去买 然后就跌到趴街 这个东西是由ICLO的价钱 当然一开价就未必去到ICLO 但我最初trace就三个多 现在就已经7元美金了 他跟我说如果你跟着他的方式买 现在就应该升超过10倍以上 我因为没有详细去留意那件东西 我不是说有问题 我觉得跟正常不同 第一这只币只能够在某一个平台交易 现在就多一个 第二样东西就是 会不会买了出不回 因为他用Bitcoin结算 你只能够用Bitcoin去卖 然后用Bitcoin去卖 但是去到最后 我也都相信一样 即使我不熟 这个资讯社会 如果这个是骗局 应该立刻就有人踢包 之前未上市的时候 现在很多人怀疑是骗局 反而去到这件事正式上的时候 是什么的质疑都消失了 其实如果是这样 在这一刻为止 这件事真是可能差 应该这么说 好吗 有几个事情 第一 第一我就觉得那件事情是跟传统 即不相称 即住村屋铁你住村屋铁 铁林寶堅尼 就是我们拍戏 我们拍戏 永远有一个原则就是拍电影 就是给人家借车容易借屋懒 明白 所以你见到 周时用大富之家的东西都是用村屋来拍的 只是车你很容易 有开能 譬如我之前拍过那部戏 有很多靈車出來,但問題是屋是比較難,能夠出來拍照 所以比較是,我覺得那個故事不是好得完美 你去一間村屋做出來就已經失去氣勢 不過很多人會覺得一間村屋現在都賣了兩千萬 那些村屋都說住村屋都很威風,這個是其次 第二個可能就是,其實整個問題就是,整個故事就是 無論你說是騙國還是真實的,你都覺得你出來做這麼多事情 就是毛主席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你出來做事,就算你是真實的,你都要收水的 你現在不是做這麼多事情,扔這麼多事情出來,然後我給大家 我賺錢賺得太多了,我現在要帶協大家 我覺得你都是一個商業模特兒,就算你是很善私 你都是有商業模特兒才做這麼多 Where is the商業模特兒?我都看不明白這個東西 我以前也有聽過你說的,譬如我們說推世價股 甚至乎有些人吹垃圾股,都未必是完全騙人的 因為譬如五毫升到五元,我告訴你升到五元,我三元走 如果你再早我一刻走,其實都是大家有錢賺的 我們去做一件事,你是可以控制到控制 你當然是可以賺到很多錢,你很過癮 甚至很多人做垃圾股都是發達的 這個其次,只有一個問題,你是控制到最初 現在你那件事,我們不會無緣無故的說 不如我們一起去推小米 明白嗎?不會,因為譬如我們控制不到 這件事,因為它太大了,難道我和你合作 不如我們一起去推蘋果,大家一起去唱好歌 不會吧?那件事,你真的要推得肉 你要做得到才行 這件事,我最近檢查了 它現在每天的交易大概是兩百萬美金左右 千多萬又不是很多 如果千多萬這個規模,其實是否就是可以 但如果這樣,我看死它都沒有那麼多錢去做這件事 你那個財力去到,一個人住穿樓的都不是看死 我覺得不要看不看死,很簡單,我們客觀去分析 現在這件事假設,最初只能夠在一個平台做買賣 你覺得如果一個平台只能在一個平台做買賣的 一些虛擬貨幣的business model在哪裏? 簡單來說,虛擬貨幣十居其九的一個交易平台 因為你不是真的買到東西 於是十居其九,甚至是接近十,都是bucket shop 什麼叫bucket shop? bucket shop就是像是倫敦金 你給我買賣,我會買那個幣的 你只要進來的錢,你整一下整一下,喜歡炒來 所以你還不見了錢 做虛擬貨幣平台,如果你真的靠賺勇 等於如果做倫敦金,靠賺勇,你沒得做的 所以虛擬貨幣平台就是靠不停入錢出來 而且入錢出來,你炒來炒去,無論任何狀況 你都是會推不到 即是大陸那些什麼,dark coin dark coin是排第四,暗黑幣鋁王 他到最後賺錢的方式,都是因為你開bucket shop 就是你永遠是靠做bucket shop賺錢 這個平台,貨幣是真的,但平台也是真的 問題就是你炒來炒去,有些人會發現 到最後你一定是,你入了錢之後你出不來 但如果有用那個貨幣真的做,你做不到 我原本有這樣的想法,其實炒股也有 我一供五,就只給你一,你供五到期 和供股不一樣,總之已經入了錢,你入了金 你買股票可以沽,總之出金,勾金是有問題的 但因為現在這東西,他已經可以在第二個平台買了 那照計就無法鎖開,因為如果你可以轉去第二個平台 其實你會鎖開,那狀況是這樣 那狀況是這樣,你也有很多倫敦金 你入了我的倫敦金,你已經是黎馬龍入了 即是你會有這樣的,照我的認識 做虛擬貨幣,賺錢的只有這種方法 就是做bucket shop,就沒有另一種方法 即是抗機,但抗機是真的 那我朋友Fimi做抗機,他到現在還相信比特幣 其實那些人說他真是沒有,他自己都輸得很厲害 他自己賺了頭絕,抗機是實業來的 我買一部抗機賺錢而已,我抗機是實業來的 對不對,為什麼我一起輸而已,對不對 所以那樣東西是不同的 但如果你要虛擬的話,就只有一種方法 就是家的平台 那Kelvin,你怎麼看呢? 我想如果說我這些所謂的商品 在美國通常是怎樣呢? 通常你會聽到它們的蜜蜜 或者類似的一些炒賣 通常它說得比較正面 尤其是它早期的時候,以我所知,很多 譬如ICO ICO 它頭一兩年是真的大部份都是升的 它只不過越出,越不會升,甚至跌 就變成早去玩這個東西的人 是賺了一輪錢的 沒有那麼多說的報道,聽回來 我就是謝大師說的就是有人沒有出 但這個ICO是另一回事 你現在是做一個新產品 但你做ICO,其實現在做ICO很難做 因為很多人,你不能寫一個ICO計劃 你的計劃要做得很好 你的計劃做得很好 有很多人,其實真的有人推 即是有些很Prominent的人去推 即是有些KOL去推 即是有些KOL去推 才會推到 但美國現在開始有管制 即是你那些人都不可以 找KOL推 但後來都說我們這樣都有問題 是 越來越多虧管 但問題是現在很多做法 亦都是跟股票差不多 ICO推了出來 估不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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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踢高 拿乾淨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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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踢高 即是你一定是這樣 反正人買了 不是那麼容易沽 很容易沽 人們買了一個Coin回來 整天好像比特幣那樣升幾百倍 所以你買回來 只要你不沽 它沒有分別 好,那最後來一個總結 其實我不是說要踢爆什麼編局 我真心相信 我真心相信 我的想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過往經常都覺得 這些東西 跟你的身家性命財產有關係 是真金白銀 你當然會相信很專業的 或者有很多有信譽的擔保等等 但現在你發覺 一個新興的做法就是 喂,你們什麼博士經濟學者 什麼大師 不是一樣是電腦 你們都可以騙人的 那我寧願相信是什麼呢 舊東西好像很流行 如果再說壞些 就是好像阿嬤蠢蠢 但是問題就是 這樣反而很貼近我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其實那些人 全部都是 沒有你們想像那麼蠢 你騙人不要緊 總而言之 我中間賺到錢 你以為那些人真的不知道 炒世界股 炒Bitcoin 那些是什麼 只是輸了輸打贏 你以為那些人去買的時候 是人都知道買樓 買籃籌股 那些人有一個發達機會 我逃生就多 我逃生就多 是不是 二哥,重點是什麼 喂,你搞的 你也覺得還有逃生機會 不是,你也覺得 你也覺得還有逃生機會 我想十個有九個都知道 是接火棒遊戲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認為自己不是最後一個 很少人蠢到不知道 大家都想到最後 是乖 最後就是 我經常都以為 這個幣上市就是一個結局 你沒想過這個就是一個開端 究竟是怎樣 現在不知道 但是最低限度 目前都還未有人說 踢爆這個就是一個騙局 我就覺得可以值得觀察下去 好,下次再講其他話題